台股今天公市熄火指數被壓在平盤附近 而接下來盤勢會如何發展呢 我們一線台新投顧的黃文青協理告訴大家 協理台股這兩天的公市都不算太強 指數來回在平盤附近整理 隱隱的觀察 這樣的盤整格局會持續多久 那麼台股什麼時候才可以繼續往上攻呢 是的 我想當然最主要的原因 最近包括今天亮說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在於說 美股出現了這一段期間比較明顯的一個下跌 不過還好的一個情況就是說 台股今天陷入盤整 但是跌幅其實非常的小 所以顯然看起來美股這邊的衝擊相對是有限 但是因為畢竟近期的市場上還是面臨一些利多利空 交雜的一個影響之下 而且包括這幾天來看的話 盤騰的量縮情況都很顯然 它的力道相對有限 盤騰的力道有限 因此整個盤勢我認為還會維持到月底 也就是說等到月底摩台結算以及投信作帳過後 這個行情應該有比較明朗的一個走勢來出現 那現在後續觀察重點在於說包括台積電這邊其實是比較正面的一個訊息 所以大家開始觀察一下 他6月份的營收是不是如市場預期的這樣子往上走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外資的動作近期看起來也是明顯的縮小 所以外資如果能夠在摩台結算之後開始逐步的一個回籠的話 我想對於整個大盤的一個走勢還是相當相對比較正面的影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裡一個回籠時 希望跟天上一年來 上面一年再進行 如果不斷啊 我們來想要看 我們來想要看